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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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民會開完之後結果現在 應該是我們節目最新的消息 就是機長已經被開除了 這個長榮波音777的機長被開除了 這個機長是一個波音777的機長 好 就是這個馬調的這個人 對不對 對 他是一個支持罷工的機長 對 所以我們這個Line在昨天獨家曝光之後 公司很快的就知道是誰 對 他事實上應該 他在卡克人的臉書上面 PO了這個文出來 那就被臉書的好友截圖了 截圖之後就傳給公司說 這個人已經通知大家 這個支持罷工的組員 就大家把Special meal準備好 我們要去 Special meal是 就是特殊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要特殊招待 把這個特殊單準備好 我們去準備招待一些 不支持罷工的機長們這樣子 昨天憲哥還說他嚇得不得了 不敢坐長榮航空來 我等著他們上來 我會好好的當這個Advisor 然後是啊 不然就永遠 待在辦公室區也很好 先從如何清理廁所開水澆等等 這些是其他他的網友的留言 所以機長已經被開除了 我們剛剛談到了清理門戶 除了機長之外 其實更早被清理門戶的是郭子菸 郭子菸的霸凌言論出來之後呢 工會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說不是他幹的 他是被冒名了 他是被盜徒了 郭子菸雖然在那個時候 還不能證明是不是他幹的 但公司已經暫時先讓他停飛了 停飛之後呢 來 工會搶俠了 工會說遭停飛 工會放了狠話 小心和平協議終止 準備要撕毀和平協議 但是尷尬了 郭子菸在昨天 應該說今天凌晨十二點半 出來到牆 對 一波未平 一波再起 而且再先波爛 怎麼說 我們只看剛才那個機長說 說要讓我們這些反對的人 要吃一湯湯湯湯湯湯 我早就真的要怕死 如果說到郭子菸這個事情 我們昨天有討論過 我先把那個時間走 再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就是 昨天的早上十一點三十一分 工會出來替郭子菸 他召開一個記者會 他說郭子菸的IT是被罵用的 那不是他說的 跟他都無關 那不是他說的 第一個時間 工會講的 是在昨天早上 工會為郭子菸召開記者會 而且幫郭子菸背書說 事情他不是一台 事情不是他幹的 最近有出現的網路的消息 表示說是不是有工會的幹部 疑似要再回去上班之後 包含電報學妹等等的 這樣子的消息 那我們要表示的是說 現在其實網路上有非常多 就是冒用幹部 或者是冒用主要的 核心幹部的頭像跟名稱 然後進行散播不時的謠言 那其實我也詢問過本人 郭子菸本人 他表示他並沒有要去霸凌 沒有參加罷工員工的一個意圖 這就是你剛剛說的 在昨天早上召開記者會 換句話工會背書了 對 而且是秘書長 正秘書長他親自背書 他有問郭子菸本人 他說他的IT被冒用了 而且現在因為網路上 有很多都是冒名都是頂替的 所以跟他沒關係 所以工會也呼籲公司 不要在這個時候結外生枝 好 那第二個時間點就 公司在昨天的下午六點 他由公司的律師直接到 盧子的派出所 因為公司地方叫羅町 羅町派出所 他去報案 他說因為郭子菸 被他的土被冒用了 所以他希望警察查出來 還郭子菸的清白 還郭子菸的清白 那郭子菸很高興啊 因為郭子菸說 他跟公會說 所以公會因此 召開記者會說 他是被冒名的 他是被盜圖的 那現在公司也就常常行 要出這個錢 找律師 去找出鄉秀是什麼 那個他們所謂的IT高手是誰 到底是誰 冒名 誰盜圖 這樣不是很好嗎 是啊 中間他們要找出來 對啊 一定後面有一個暗黑集團 所以你暗黑他們吃的 百公的 所以公司出錢沒關係 按那個郭子菸 對啊 所以你要暗黑郭子菸 我就把他找出來 我請求公權力進去找出來 結果時間又改變了 在昨天晚上的晚上 凌晨30分 郭子菸出來承認了 這件事他做的 我們昨天看到了 這個是他們所謂的被冒名的 他說了 我一定要電他們 然後他們 我們在外面曬了17天爭取刀 他們都有 不電落跑 都要電誰 心外整個歪的這些人 這個是別人寫的 然後每家三寶子就算 中途跳出來 我要電爆他 我要電爆他 他說是冒名的 好我們來看 還有一張他也說是冒名的 結果他認錯了 來下一張 我們來看下一張 來下一張 他說 他說 我們要 Entry 要被加料的人 就是 誰呢 就是這個人 這個機長 他說我要對他加料 這個機長是不支持罷工的 好不支持罷工的 我們要 Entry 要這個被加料的人 這個人呢 我們要想辦法 要好好的給他對胎 要給他加料一下 這件事呢 我要問郭子菸了 所以我們要幫他 把兇手找出來 還他清白 想不到他自己出來道歉 我們來看他的道歉文 他說什麼呢 來 他說了一大堆 反正我這個對話 總之呢 我脫口而出 說出Entry要被加料的人 當然解釋一大堆 但是他說 我深感抱歉 這純粹是玩笑話 所有大家認為的霸凌 都是玩笑話 本人深感抱歉 而且認了 對 凌晨十二點半認了 認了 那工會早上是在開什麼記者會 工會不是問過本人嗎 對啊 所以工會在這個中間 一定有兩個人說謊 不是郭子菸說謊 就是工會他說謊 如果郭子菸說謊 那工會完全沒有查證 那就召開記者會幫他背書 那不是你的智商太低 就是認為我們的智商很低 這兩個問題而已 那他有一種可能是工會明知道 幫他掩蓋 第二個就是他們已經知道 想要挖過 所以今天早上記者就打電話找工會 結果到十一點鐘以前 幾乎都是已讀不回 那十一點鐘以後 那民司長有回了一下說 第一個時間很亂 坦白講很亂 那我們沒有刻意包庇說謊 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被蒙蔽囉 對 他現在是蒙蔽 所以以目前來看的話 工會是被郭子菸蒙蔽的 以目前現在的 我們看到的訊息是這樣子 好 套一句民間俗語就是 工會到底是笨還是壞呢 如果被蒙蔽就是笨 那如果共謀那就是壞 我們回來看工會這一路走來 這十七天罷工的過程 跟你說是荒腔走板 動不動就說是口誤 動不動就說是物質 但是是口誤還是說謊呢 是物質還是說謊呢 對 我們先來看十八金猜 十八金猜已經討論很久了 當初工會他有出來講 工會有一個 工會的理事叫做李營 他出來講 他說四點鐘以前報到的 他已經去扶勤了 扶勤完了以後他飛回來 然後再參加罷工 這OK嘛 這沒問題嘛 所以他當初是說 如果你四點之前罷工 你應該把那一趟走完 然後你再回來罷工 這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是明明不是啊 明明他們是在兩點半就報到 是四點鐘以前報到 結果他們是那一趟 到四點的時候他們就說 我拒絕服務了 然後他就參加罷工 這個中間後來 他們公會說口誤啦 口誤啦 他說當初我說四點前報到 你把他飛完再來罷工 那是口誤 對 好 我們來看 那是口誤嗎 請各位會員注意手機簡訊 現在是下午 六月二十號下午兩點鐘 請所有收到簡訊的會員 沒有勤務再生的會員 即刻前往長榮航空 南港運航大樓前面集合 下午四點以後的報到的航班 以及所有地面勤務 一律不准服刑 那我們對於公安會員的要求 就是在四點之後 不能夠執行任何的航班 或者是地面勤務 但是如果你在四點之前已經報到 已經去服刑的 都是飛完回來再加入我們的罷工現場 也就是回到我們長榮航空南港總公司 的這個罷工現場 十六點以後停止勞務 就是完全是符合法規 而且是合法的 那可能那個 如果你帶我拍到 那可能是口誤的問題 還有在我們節目 也說是口誤 對 他們的監視 曲家瑩小姐 他不是那時候 管理不是問他說 那大家都認為說 華航跟長榮的一個薪水差那麼多 你們差那麼多 所以才九十塊要拉到一百五十塊 但是公司講的不是啊 你們平均薪水一百三十七萬 跟一百三十七萬五千 才差五千塊 不是這樣啦 外公 我的年資 曲小姐 她在我們節目講說 她的年資跟華航同樣的一個年資 客艙經理 她的收入 一年竟然差 年薪差差不多三十六萬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段 好 這段影片呢 到底他們怎麼說呢 曲新空服員 她根本就是副事務長 她卻去跟客艙經理相比 好 這邊我要記住 因為當天我問她 我說我要用同職務 同資歷 同年資來比 才準嘛 對 我認為她是同物 妳們說妳們的收入輸華航很多 那妳不能拿一個二十年資歷的人 跟兩年資歷的人比嗎 每個月差兩三萬 好 我要來跟大家解釋 公司在第三點提到了 她是來參考華航年資超過三十年的工會裡 趙理事長 我就跟大家報告 趙鋼 第一點 是不是職務不對稱 好 我認為她是口誤 我覺得應該是口誤 口誤 為什麼 因為趙鋼理事長根本不是客艙經理 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趙鋼理事長 她根本只是一個一般的組員 她在飛機上根本沒有掛任何職務 她的職務甚至不是副事務長 比副事務長還要基層的員工 趙鋼理事長她是華航最基層的員工 她的確年資是比較高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曲家雲在公司做了二十五年 其實也算長了 而且她是副事務長 趙鋼一個月 那副事務長就不應該跟不對稱的職務相比 妳就說她是口誤嗎 我認為她是口誤 她講的不是客艙 因為她在一開始就說 她是要來跟趙鋼做比較 很明確她是要跟趙鋼這個人做比較 而趙鋼只是一般的組員 好 這個也是口誤 對 這個也是口誤 那三寶呢 到底有沒有放在台灣保全那裡 台灣保全到底有沒有跟他們解約 到底這兩天是因為台灣保全 還是因為工會延誤 也都不容 三寶的口誤是最多的 第一個她在我們節目一直在講說 為什麼要四十八個小時 因為東西 所有的三寶都放在台灣保全那邊 後來台灣保全 在七月二號七月三號她發佈一個 就六月三十號已經把所有的三寶 都已經交還給工會了 這個時候工會理論上來講 你已經沒有四十八小時所謂的程序問題去刁欄了 但是她繼續的刁欄 這也算是口誤的一個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到底工會和台灣保全誰說謊 因為我們實際上跟保全公司的合約 是從108年的6月21號 就是罷工後的隔天簽訂到 109年的6月20號 也就是長達一年 那因為台灣保全公司在這段罷工期間 他們受到了非常多的壓力 有口頭告知我們 因為她並沒有給我們具體書面的文件 那她是在昨天的時候有口頭告知我們說 她希望可以終止 我們最後一趟是6月30 他們來把東西拿走 我們已經沒有再替他們服務了 那我們再回到這一次的郭子嫣爭議 那誰說謊呢 到底工會是笨還是壞呢 工會真的不知道嗎 真的完全不曉得郭子嫣 在霸凌同事的時候 她說她被冒用了 她說她被截圖了 這句話是謊言 難道工會不知道嗎 因為郭子嫣自己打臉自己 就是郭子嫣說謊了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工會的那些會員 那些出來講的 有沒有在同一個群組裡面 如果有的話她早就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呢 如果這一些出來解釋的 完全沒有在這個群組 你可能被蒙蔽 如果你這一些人 是有在34個人的群組裡面 你都在以前參與討論的人 你搞不好還有給他按讚 還有給他鼓勵 你說還不知道 你是騙貴不吃水 對不對 你是騙我們這裡 大家都認同認同 所以我覺得工會要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你到底是真的被蒙蔽 還是你是參與在其中 你們兩個是共謀 這個問題就大了 到底有幾個人說謊 簡單來講就是 郭子嫣我們已經確認她說謊了嗎 因為她告訴工會說不是我 但後來又認錯了 那到底是郭子嫣一個人說謊 還是郭子嫣加工會都說謊 而工會以及工會成員 到底有沒有霸凌中途跳船的人呢 還有招臨 sare好 聞好 不然 適合 所以 感谢观看